星期三下午,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發生抗議事件 反對二巴戰爭的示威者封鎖了多層學生服務大樓 校長及50多名教職員工被困在樓內 事件發生於當日下午4時,大多數被困員工在6時前離開 包括校長在內的少數管理人員則留至5夜後控制局面才離開 大多數抗議者在星期四凌晨1時15分左右離開大樓 回到校園內的營地 成餘的少數抗議者在校警要求他們離開後撤離,沒有人被捕 此次事件導致大樓內外遭受重大破壞,包括桃鴉和物品破壞等 校方表示原本營地保持非暴力,學校承諾會繼續談判 但在星期三發生的破壞事件後,街限已經越過,營地裡的人必須離開 校風強調將採取措施防止此類事件再次發生 與此同時,該校宣布所有主校區的課程和業務將轉為遠程進行 直至寧行通知 天下衛視傑仔編輯報導